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再同大家更新多一次疫情消息,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,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公佈,在今日5日再更新多一個確診案例,是澳門兩年來累計75宗新冠病毒肺炎確診病例。 這名患者是一名42歲的女性,越南籍僱員,報稱與72、73一齊在甘多里花園5A單位從事裝修單位工作,由於掉了她做72、73的密切接觸者。 所以就在5日這日經過核酸檢測顯示陽性而確診,在今年8月26日及9月30日分別打了一劑國藥滅活疫苗。 根據應變協調中心表示,這一名患者沒有任何不惜症狀假,就安排去路環高頂公共衛生臨場中心進一步診治。 詳細的情況稍後再公布,看來現在就好像爆發著裝修群組的感染。 現在在同一個裝修單位的員工都是中招的。 不知道那個單位還有多少名員工在那裏做的呢?政府檢查完了嗎? 如果那邊的感染率是這麼高的話,他們在社區上會不會有風險呢? 還有就是,現在我們做全民核酸檢測。 如果檢查到有問題的話又怎麼辦呢? 我們就看看核酸結果是怎樣先啦。 今集再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我們就下集再見啦! 拜拜!